近日,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系列活动之一《5G论坛》在浙江乌镇举行。 国内外嘉宾围绕开创数字经济新时代的主题, 就5G技术、应用和产业构建开放交流平台、 5G技术突破和应用创新、5G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等话题展开讨论。 中国工程院院士乌赫全表示, 目前5G的业务能力充满了无限可能性, 我们要用开放业务来应对不确定性。 我们大家在座都有手机, 但哪怕都是一个型号, 也不见得大家的手机能力都一样, 因为大家下场不同的APP。 所以你即将来这个业务能力, 也可以使用APP的方式, 我们把未来的业务用APP的方式作为单元, 再有新的业务出来, 我们可以把它组合, 如果缺乏这种业务, 我可以用英零商会开发, 社会上的网络公司可以开发, 甚至网民可以开发, 也就是要用开放的业务的应对不确定。 会上,阿里巴巴高级副总裁钟天华则认为, 高清视频的发展或是5G应用的一个方向, 而它应运而生的直播需求, 也是前景广阔。 从一个互联网公司这个角度来说, 我这两天特别关注这个包清视频的这个方向, 虽然5G的这个长远看是产业不良, 但是我个人判断, 从进行器来看, 可能2C的, 可能还是作为一个5G的领路的一个主导的方向。 我们的直播其实从16年30年起来, 在第二个整年的时候, 我们的直播的销售量就达到1000亿。 虽然现在在市集环境之下, 其实5G的数据是非常大的, 他们现在在卖的东西, 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东西。 一个是美妆, 美妆要看新补, 第二个是珠宝, 珠宝你要看城市, 看那个制定, 还有一个就是服装, 服装主要是看那个库宾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